吃甜食会让人心情变好 我觉得特别适合捷后余生弄 没想到罗大律师还会这一手 怎么 想学吗 我教你啊 好啊 来 拿着 你看 把它扎进去 然后慢慢地把奶油济浸泡 你知道吗 每个泡芙最终呈现出来的样子 都有一定的随机性 它每次包裹的空气和吸收的水分不同 最后膨胀的效果也会不同 你是说就算练习多少次 最后都不会做到一模一样 可以这么说吧 我不喜欢这种不确定的感觉 为什么呀 你每次出任务 我都不知道结果怎么样 不喜欢这样 不喜欢这样 你终于承认 你还是担心我的 你已经救我两次了 如果有第三次 换我就了 我给你 塞住你的嘴 你就不能盼着我点好吗 展医生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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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不加班吧 一起吃个饭啊 一会儿有点事 晚一点吧 我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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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去看你妈妈了 看到我放的花了吗 你该不会把花扔了吧 没 但你怎么会突然想去看她的 我是去感谢她的 我感谢她把你带到这个世界 带到我的身边 生日快乐 我看她的那些人 我感谢观看她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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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握汽水啊 你看看 怎么又是菜饭 看看今天这个有什么不一样 卖相还不错 快尝尝吧 我们上次 都以为活下来的希望渺茫 所以 相互分享了彼此心底 最深的秘密 我相信在那个瞬间 我们说的都是心里话 那个时候你说你想吃菜饭 其实是因为 这里面承载了你难以割舍的亲情吧 展颜 你一直都很在乎自己的亲情 把它承载在菜饭当中 对吗 展颜 展颜 你们两个合情好 你一直在乎来骗我是不是 小颜 今天你过生日 我就想给你做一碗 你爱吃的菜饭 这是我的主意 你不要怪你爸爸 你觉得主意很好是不是 能不能不要在我面前 自以为是的耍小聪明 展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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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啊 不管你们是什么样的过节 这么多年过去了 也该解开了呀 这是我的私事 不要跃进 我不想你难过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这么多年 你自己心里难受 它比你好不到哪儿去 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坐下来 再好好聊一聊呢 难道你们妇女 就要一直这么别扭下去吗 你能不能别挂 展颜 展颜 对不起 我本来想帮你们的 对不起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